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需要大颗粒复合肥这样的产品 进一步说明改变施肥方式带来的好处 通过改变施肥方式 我们能够增加土壤效益 实现作物体质和增收的目的 而在实现这个目的过程中 进一步需要借助具有功能性的大颗粒复合肥来实现 所以两者是不断相互优化的过程 下面我们将通过一些科学公式和案例来说明 首先我们来看看几个研究 在2016年的研究中 学者探讨了不同施肥方式对增加产量的效益 对重肥铜波 咬面撒湿 血埋施肥方法进行了比较 具体来说 刀形施肥法分为较浅和较深两种方式 较浅的施肥深度约为5公分 而较深的则超过10公分 接下来让我们对这些施肥方式进行归纳和总结 以了解它们对作物产量的影响 在这项研究中进行了一项汇翠分析 汇总了来自700多篇文章的778个作物表现数据 在这张图片中 红色虚线表示基准点为1.0 大于1.0的值表示相对产量增加 因为在汇翠分析中无法进行绝对数字的统计 因此使用了相对产量的概念来进行说明 在所有的数据中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 稻谷和玉米等作物的相对产量增加幅度很高 例如达到了1.4 即增产40% 尽管标准偏差相对较大 但从平均值来看 平均增产达到1.1左右是可以实现的 这表明简单改变施肥方式 对增产效果就有着显著的影响 这份报告总结了来自772篇报告的数据 比较了不同施肥方式 无论是表面撒施肥 重肥同波还是埋在土壤中 无论是浅埋还是深埋 刀形施肥法的相对产量增加都平均超过了10% 具体来说 相对产量的提升介于5%到30%之间 但平均提升超过了10% 让我们回顾一下土壤和根系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在养分运输方面 通常有三种方式可以使养分到达根系 根的拦截 滞留作用以及扩散 首先是根的拦截 根毛会接近养分或土壤孔隙 以吸收养分 其次滞留作用 水流会带动养分到达作物的根细胞 最后是扩散 养分会从浓度低的环境扩散到浓度高的环境 根的拦截对于养分吸收至关重要 尤其是在有机质和土壤团力的丰富情况下 决定了根的拦截效率 根系的离子交换功能取决于拦截作用的效率 能够增加接触有机质团力的面积越大 产生氧离子交换的效率就越好 不同施肥方式可以直接改变土壤团力的大小 土壤团力的大小直接影响根系结构的发育和养分传输效率 在这张图片中最左边的部分代表控制组 我们可以看到不论采用哪种处理方式 无论是适用复合肥有机肥还是控制肥 只要采用深施肥的方法都能促进土壤团力的增加 特别是那些超过2000微米土壤团力大小增加的幅度 和控制比起来都是显著增加的 深色区域代表土壤团力较大的地区 无论是在浅层施肥还是深层施肥的方式都具有这样的好处 离子交换的功能顺畅与土壤的质地和坡度密切相关 对养分流失有着重要影响 许多研究来探究土壤的坡度和质地对养分流失的影响 在坡度大于8%的土壤中 不论是壤土还是沙土都有一定的流失率 对壤土而言 肥料流失相对较少 大约为10%左右 留给作物的养分约占50% 而沙土的流失率高达43% 只有大约29%的养分留给了作物 但这也并不代表是作物对养分的利用率 如果作物的根系不健全 或者土壤受到其他干扰因素的影响 养分的利用率会下降 例如 在沙土上 如果在坡度大于8%的斜坡上施肥 仅有不到30%的肥料可被利用 即使作物的利用率高达50% 最终真正被作物利用的养分可能不到20% 因此 在山坡地施肥是一个存在已久的痛点 肥料溶解对于作物生长至关重要 由于土壤可视为固态的液体 因此使用流体力学的公式 可以囊括所有和施肥效益有关的议题 这就是美国化学家所提出的公式 溶积速度的大小和多种参数有关 溶液溶解涉及到6个参数 我们可以将它们转化为我们熟悉的语言 包括溶质的扩散系数 可转化理解成土壤的团力和粘度 除此之外 肥料的溶解度和根系肥料的颗粒大小也是重要因素 肥料的颗粒大小决定了其表面积 颗粒越大 表面积越小 溶解速率越慢 释放速率也越慢 因此 了解肥料的类型和大小对于掌握溶解过程至关重要 此外 根系施肥的深度也很重要 如果希望养分在土壤中溶解的更慢 可以选择深层施肥 因为深层施肥会降低养分的释放速率 从而减少流失 提高被作物利用的几率 因此 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 可以通过公式来解释溶解速率与其他参数之间的关系 这里看到的是在药物释放的动力学中释放的类型 应用在肥料 其实也可以做类似的归纳 最右边表示立即释放 这意味着养分或药物在使用后会立即释放 然后迅速结束药效 中间表示一级反应释放 即反应的进行与反应物的浓度相关 而零级反应不依赖反应物的浓度 这意味着即使浓度很低 只要达到了刺激临界点 就能产生治疗效果 这种情况常见于催化反应 只要达到了某种物质的反应浓度 就会引发反应 而不需要参与作物的浓度 大多数肥料 包括蛋 磷 甲等 都属于一级反应 其释放速率或完整度会随着浓度的增加而加快 水溶肥虽然归类为立即释放类 但严格说起来也是一级反应 因为其效益不取决肥料本身 而取决于是否被重力水带走 而零级反应通常表现为刺激作用 归肥虽然没有什么刺激性 它不直接参与作物的吸收和利用 而是利用分子内的空腔进行吸附 改良土壤环境 微量元素也可以归类为零级反应 因为它们只需要很少的量来产生反应 而不需要持续的功能 因此 归肥和微量元素可以归类为零级反应 因为它们与反应物的浓度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是我们常见的肥料释放区限 一般来说 常规肥料释放速度较快 也比较短 迅速释放完毕 接着是缓释肥料的释放区限 介于控制肥料和常规肥料之间 释放速度逐渐延长 而最右边则是控制肥料常见的曲线 其释放速度根据不同的控制时间而有所不同 硅元素 例如二氧化硅或者硅铝酸盐 费石 在材料科学领域的应用非常普遍 尤其在人工合成方面 如费石的制备 已经有了丰富的研究和透彻的了解 费石是一种由硅酸盐或铝酸盐形成的环状结构 这些环状结构组合形成了微孔结构 不同数量的环状结构会导致不同大小的孔隙 例如 一个由八个环组成的费石微孔的大小 约为0.3到0.45纳米 而一个由14个环组成的费石微孔 可以达到1纳米的大小 费石微孔的大小 使得其中能够容纳一些小分子 如钾 氧 钙 钠等 甚至更小的微量元素 它们可以进入费石的微孔中 并与其表面带有的电荷相互作用 这使得费石具有保水和保肥的效果 它的微孔可以收留这些离子 并延长它们在土壤中的滞留时间 从而减少养分的流失 因此 费石在肥料中的应用 可以有效地提高土壤养分的利用效率 这里讲的是如何利用费石 来实现土壤中解磷的效益 在三个反应式中 最上面的反应式表示磷肥被土壤元素固定下来 尤其是钙和磷酸盐类 在肥石的作用下 这些被固定的盐类会被肥石的氧离子交换力所置换 这导致钙离子被释放出来 同时磷酸盐也被释放出来 从而实现了磷的解放过程 当我们使用具有肥石功能的肥料时 肥石可以将肥料中的钾或氨离子释放到土壤中 同时置换掉土壤中的多余钙或难溶性钙 使其不会被溶解或吸附 然后钾和氮等元素可以被释放出来 实现了养分的释放和交换 这些图像展示了不同肥料添加肥石后 在电子显微镜下的结构 最上面的图像代表一般的复合肥 我们前面提到过 当复合肥的颗粒越小 表面积就越大 因此 从这三个图像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加入肥石后 复合肥的颗粒之间的距离增加 因此整体表面积减小 这是因为颗粒变大了 这意味着它的流失率或溶解度会减小 因为它与水接触的表面积变小了 对于不同的氮、磷、钾等单质肥料 在添加肥石的过程中 实际上也会减少表面颗粒的数量 从而形成更加紧密的表面结构 与一般的复合肥不同 它的颗粒数量很多 很小 表面积很大 这会导致其流失率和溶解度更高 这些是我们公司的利用肥石科技所做的产品 通过肥石吸附技术 赋予产品一些增值功能 首先 最左边看到针对抗菌方面 我们可以利用添加碳酸钙的方式 碳酸钙在土壤中 遇水产生氢氧化钙 这些物质具有杀菌功能 因此 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特性 使负荷肥产品具有抗菌效果 保障作物生长过程中的健康 其次 对于抗旱保水因子 我们可以添加一些特定的高分子聚合物 使产品在干旱环境下具有保水功能 有助于作物在缺水条件下 生长提高产量和质量 在高效生物化肥方面 我们可以添加一些有机质和菌剂 从而增加土壤的肥力和生物多样性 促进植物生长 最后 我们还可以通过添加农药和植物荷尔蒙等成分 制成药肥 防止病虫害的发生 并促进作物的生长和发育 总结来说 利用规律酸盐科技 我们的产品可以具备多种功能 包括抗菌 保水 增肥 防治病虫害等 从而更好地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 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 这是我们与大家分享的深施肥方法 我们强调对果树使用的学施 深度10到15公分 在果树周围选择3到4个位置进行施肥 确保根系充分吸收养分 果树官层有重叠部分 也可以进行学施施肥 但需要注意用量要加倍 通过这种方法 我们可以实现省工省力的效益 同时为果树提供充足的养分 促进其健康生长 今天的报告重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 我们强调通过改变施肥方式 特别是采用深层施肥方法 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 深施肥能够更好的截取根系 使根系更加细密 同时延长根系与养分的接触时间 有利于植物吸收更多的养分 其次 在采用深施肥的情况下 选择具有功能性的肥料 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肥料能够更好的满足植物的需求 实现施肥的最大效益 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聆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